有一群听话的小动物是什么体验 我在猫咪面前故意夸其他猫咪 哇塞 顾瓦琳姐姐都2000万粉丝 哎 真幸福她有一只那么可爱的猫咪啊 好了好了好了 你也可爱 你也可爱 不生气了吧 还生气啊 经常生气的小猫咪会变丑哦 因为七七平时很喜欢小动物 我一个普通朋友就说要给七七准备一个惊喜 虽然心里有所准备 但是打开快递还是被吓了一跳 七七看到这个新来的朋友也是一脸的疑惑 一开始七七表现得十分抗拒 可是没到一会两个小家伙就愉快地玩耍在了一起 玩耍完七七还热心地教她如何买食 关键是小家伙居然还看懂我 到了晚上七七怕她饿了 还主动分享了自己的食物给她 直到小家伙睡着了 七七还依依不舍地守在笼子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